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38课的第三段 先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咱们看屏幕 这句话说 Bulling is always a good way of treating water 他说这个煮开水 总是一个处理水的好的方式 of treating water 是后制定于来修饰前面这个胃 做某事的这个方式 这个Bull you就是煮沸的意思 另外我们看 做某事的方式 这个胃后面的搭配 可以记住一下 Way of doing something 是这个Way这个词 常见搭配之一 就是做某事的方式 咱们看一些例子 Is there any way of contacting you where you are in Africa 我说你在非洲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方式 可以跟你联络呢 联络的方式 Way of contacting you 就是做某事的方式 当然这个Way后面加to do也行 这两个搭配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替换 Way to do something 也是常见搭配之一 比如说 What's the best way to learn the language 学一门语言最好的方式 是什么呢 Way of doing Way to do something 都可以 这是做某事方式 常见搭配 把这搭配记熟了 咱们写文章 咱们讲话时 速度快 而且词写 好 他说这个煮开水 把它煮沸 总是一个处理水的好的方式 后面进一步说 咱们看第二句 There are some hotels supply boiled water on request and this can be used for drinking or for brushing teas 他说 有那么一些宾馆呢 一经要求的时候呢 他可以给你提供 这开水 这个宾馆里 有开水 开水供应 on request 就是一经要求 就有人要求的情况下 就我要打电话 我说给前台 我说要水喝 他给你提供开水 boiled water 就煮开后的水 叫开水 如果用boiling呢 正在滚开的水 这个含义不一样 并且 and 并且联词 说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boiled water 提供的开水 怎么样呢 可以被用来饮用 或者是被用来刷牙 都行 be used 可以跟for 来搭配 us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把某东西用来做什么 这个for跟动词use 也是常见的固定搭配 这可以同时把它记住 当然后面家to do to do也行 也没有错 这个搭配有灵活性 这个我们首先先看一看 刚才老师说的 这两个搭配的区别 boiling water 就滚开的水 咕嘟咕嘟咕嘟的 冒着泡的 滚开的水 但boiled water 就开水 它可能现在温度不是特别高 但主开过 所以叫开水 本文中用的是第二个 可能没有100度 但可能60度 但这个村子主开过 这就开水 然后后面有一个叫on request 就一经要求 某事就会发生 这是固定搭配 希望大家能背起来 do something on request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when ask for 当有人要求的时候 就一经要求如何如何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Further details will be sent on request 就是如果有人要求的话 我们可以给您寄给您进一步的细节 更多的细节有要求的话 我们可以给您寄给您 承递给您 这个on request就是当有人要求的情况下 固定搭配可以记住 助理在这个地方不加观词了 不说on的或者on的不加观词 还有一个常见搭配 叫应某人的要求 如果表示求 这个是应某人的要求 我们用at这些词遍了 叫at somebody's request 或者at a request of somebody 都行 相当于because of somebody's wish 因为您希望这么做 应您的要求 我们这么来做 同样是人比较拼写 比较简单的 放在中间 如果比较复杂 一般倾向于第二个 还是为了句实平衡 避免偷重矫情 咱们看些例子 I came at your request 应您的要求 我来了 你不是让我来吗 我就来了 再看 那么on your嘛 这又太短了 放在中间变成your就好了 再比如说 the study was done at a request of the chairman 这个研究 我们做这项研究 是应我们主席的这个要求 应主席的要求 我们做了 完成了这项研究 这个叫一经要求 或应某人之要求 这个搭配作为固定的用法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不计搭配 可以说英语到最后竹篮打水 一场空 因为这种常见搭配 可以说我们的表达更加地道 灵活 生动 不至于过分的爱感 光备单个单词 毕竟是一团散沙 很难真正搭起大的框架 所以好多常见搭配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否则它不但咱们表达声音 而且阅读和听力 也很难真正过关 本中这个on request 已经要求 那么有些宾馆来提供开水 并且这可以被用来引用 或者刷牙 us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就是或者for doing something 用某个东西来做什么 这是固定搭配 for经常跟动词use一块搭配 咱们看下例子 they were using animals for scientific experiments 他们使用动物来进行科学实验 这用的是for something 再看一个for doing something Bob uses the van for picking up groceries 这个鲍勃 使用这个van大棚车 来干嘛呢 来搭载上我们的杂货 就把杂货放到这个车上拉走 这是use something for 后面是某个目的 for something或for doing something 就是use常见 做动词搭配之一 它搭配有很多的 很灵活的搭配一些变化 比如use something as something 把什么东西当作什么什么东西来用 这个搭配也很常见 同样看下例子 may I use your name as a reference 我能不能够使用您的名字 作为一个推荐人 就是能不能您当我的推荐人 签订的名字 表示您在推荐我 使用什么什么 作为什么什么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use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这个搭配大家都更熟悉 使用某个东西来做模式 这跟刚才use something for doing something 就类似了 跟for doing就类似了 再比如说 我们同样看下例子 Most people now use their cars to go shopping 那么大多数人现在都使用汽车 来去购物 这开着汽车去超市去上场购物 这是use 常见搭配 use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for doing something 常见搭配记住 在未来课文中 还会见到大量类似的用法 好 这是在第三段的第二句 咱们接下来看第三段的第三句话 看他怎么说 看屏幕 Portable boiling elements that can boil small quantities of water are useful when the right voltage of electricity is available 他说这个portable是便携式的 好拿的 boiling elements就可以煮开水的这种电阻丝 这个element在这不是元素 而是表示那个电阻丝 它已经通电会发热 可以用来烧开水 那么可以用它来烧小量的水 煮沸小量水的这种电阻丝 这个net到water结束 这是个定义从机修饰这个电阻丝 然后呢 煮一结束 后面是位语 是are useful 是煮细表结构 这个电阻丝是有用的 后面有一个时间状态从机 从when开始到句末 就当怎么样呢 当我们能够这个地方存在这个合适的这个电压的时候 电压很合适 你电压太低太高的话就用不了 voltage可以变点电压 available表示可以得到的 有 这个东西有 这个地方有 小的细节同样得算演 这个不学词法是到最后大家英语大厦搭不起来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portable portable表示便携式的 叫able to be carried or moved easily 能够轻松的这个带着或者把它拿走的 就便携式的叫portable 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portable radio 一个便携式的小半当体 可以随身带着拿着听 portable computer 一个便携式的电脑 随身看放在包里面 这是一拿就走了便携式的 同样可以看到它的不可说明词 就便携 并不是上厕所 截大手穿的鞋 那个便携 就便携性 这就好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ortability portability 便携性 不可著名词 抽象词吗 抽象含义 比如说 the advantage of the smaller model is its greater portability portability 更小的这个型号 它的一个优点 就是更大的便携性 对吧 那个看着个儿大 个儿拿不动 便携性 portability 便携性 model在这是型号的意思 好 我们说便携性的 boiling elements 这段钻研一下 这个element要注意 咱们说后把boiling element翻译成电弧 这个有问题 这个element是表示电阻丝 现在可能用的少了 在黎老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还有这么一个 就可以放在暖瓶上面的一个 下面一个长长的一个电阻丝 暖瓶里边灌满水之后 把这个放在暖瓶上面插上之后 能把暖瓶的水烧开 这种叫boiling element 咱们先看这个element是什么意思 element在这是可数名词 表示part of an electric kettle etcetera that gives out heat 就是electric kettle才是电弧 电弧的一部分 它可以发出热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常说的电阻丝 就电弧供热的这个部分 boiling elements 有的是单独可以售卖的 这个比较便宜 直接可以插到暖瓶里边 就能把暖瓶里的水烧开 为了更直观 咱们拍一图片 大家可能有的上年纪的同学 可能记得 现在可能慢慢被淘汰了 就boiling elements 就这么一个东西 你看下面是一个长长的 这个金属的东西 里边带着电 把它插到水里边 能把这个周围的水把它烧开 这叫boiling elements 这便携式的放在包里就拿走了 这个电阻丝 就能够把小量的quantity 表示数量 注意quantity这个词 修饰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都可以 它表示数量的水 修饰可数不数都行 本分钟修饰水 完全可以 这个东西有用 当合适的 right不要凡是正确的 是合适的 这多一次 合适的电压可得的时候 电阻丝烧开水 确实管用 后面最后一句话 在第三段的第四句 他说什么呢 refuse politely any cold drink from an annu source 礼貌的拒绝任何冷的饮料 就是凉的 来自于任何来路不明的这个饮料 就不知道是哪里的来源 这种凉的这个饮料 我们礼貌的拒绝对不起 我现在不可不要喝 from an annu source 可以看到后置的领域修饰 这个准备就好了 好 第三段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